我中秋不同意把理性的赤霜斩加入皮肤碎片商店 近日我刷到了一条视频,真的是把我给气坏了 来兄弟们,先听声音 理性的赤霜斩必须加入皮肤碎片商店 这赤霜斩贵得离谱,还那么帅 我非常想买,但却买不起 真的太气人了 策划,你看清楚了,我没有和你商量 我现在命令,必须把赤霜斩加入碎片商店 如果不加入,我就退营 我退营是你们的损失 停停停,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虽然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得罪人 但是我不会为了别人的好感就没良心 虽然我希望我的粉丝都可以拥有赤霜斩 但是你这要求的也太离谱了吧 人家赤霜斩刚上架半个月的时间还不到吧 大家都是付出了点券才拿到赤霜斩的 凭什么到你这儿你就要免费拿呀 别和我说什么皮肤碎片并不是免费的 通过体验幅每天可以在正式幅领到两个皮肤碎片 每周在正式幅呢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获得皮肤碎片 我皮肤碎片都好几百了 在我看来皮肤碎片和免费的没什么区别 反正只要啃肝 皮肤碎片就是免费的 王者不是搞慈善的 人家其他玩家都用点券拿的 你凭什么就要求免费拿呢 总之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我不同意离心的赤霜斩加入碎片商店 就是这样